人管钱不是不可以 但它只是一种职责 而不是一种权利 因为夫妻双方是平等的 大家都有支配 共同财产的这种权利 那么你真的要去管这个钱的话 那你只是一种职责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权利的话 那就出问题了 当陈先生有一些正当合理的 经济开支的时候 你也给脸色 那么让男人就感觉很不自由 他就不舒服了 这就是一种强势 那就不是一种职责 职责是什么 是怎么把这钱管好 让家庭的财产 怎么合理的保持真值 这才是管理 而不是说是管这个人 也给二位一个建议 我认为陈先生 你可能在你股市里面 还是有一些赌博的这种意识在 现在你家的钱 由王女士来管 我是认可的 但是怎么管 应该是一种职责不是权利 那换句话讲 王女士 你要充分地尊重 我们陈先生的合理的经济开支 操作ы